大家好,我是金融字片 今天继续讲结束研究 第十七、第十七点二 吴州可爱旧知的避陈架空目的同差想 我们上一期就讲了我的观点防洪雪 今天就讲了一些黎政 来尝试林静这个防洪雪 同时再来一个反例 振行自我反驳 上一期就讲了一些陆络建筑局的目的 架空目的是为了防洪 那我就想想 在吴州有否有其他建筑 能够支撑我这个观点 我们就找 有否有其他建筑架架特征的 能够说明这一点 这些就是我个人的猜测和观点 或者我把我的施压过程都讲出来 那就 警告参考 或者说实际这个林静 能源都不是很充足 大家可以到我反驳方便可以了 首先就是免疫化石油公司球资金 它尼工面有200米左右 它是要上一个斜坡上去的 所以它本身的水位是比较高的 就是上斜坡然后再斜坡 所以它这个地面就大概相当于 各洞的角质高度 所以它本身的水位就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看到 这个地层也是隔高的 它由樓梯上去 樓梯上去 就证明它那里是一楼二楼 那里是地面层 所以它这个地层 它的仰式和海瓜蜜 海瓜这种是没有长分隔的 而且它这个地层的内部 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长的分隔 所以它这一楼 它也是将主要的工作场所 放在所谓更加高的水面 更加高的地方 所以可能这些都是 为了避免这个洪水 下面我们看马列诺修女丸 它就在米浮的东边 那是米浮的东边 那两楼就是修女丸 修女丸 它那里同样的 我们看到楼梯 楼梯是这样的形态 所以就是 那里一楼二楼 下面是地面层 一楼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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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层 所以同样的 它也是架高的形态 又可能又是出于逢行的作用 那这两楼 右脚架子和这个文具路的文物建筑 右脚架子的楼梯 就是这样的 那这楼梯才是真正使用的 正式使用的 一楼二楼三楼 那里是地面层 就是架高的 那么 它同建筑呢 看一看 那楼梯 那楼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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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分界线是在那里为之 上面才是正式用的一楼 一楼二楼 那里是地面层 同样的也是架高的 接下来就是施特医院的架子 施特医院的架子 它本身有一只楼梯 然后再上楼梯 所以这一楼梯 它的水位本身就是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 那里是地面 那里是地面 那里就是那里 它的楼梯 也是在山坡上 本身的水位就比较高 但是呢 它也有水位低的地方 就是那里一楼 那里二楼 那里一楼二楼 那里的水位 水平和那里是同一只水平的 所以那里 那里也是水位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它也是在架层 那里是架高出来的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所以这些五周的本地建筑 它也呈现了一种建筑架的特征 那它是否是这种 浮河的需要呢 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认为它有可能 又一定是出于这种浮河的需要 所以才架高 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浮河建筑 首先就是这一楼 这一楼和吴州海关牛子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山水和海关牛子 它架高的这种特征 和吴州是一样的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堤霸 它这楼是建筑 建筑里面有两百建筑 然后呢 它这个堤霸 这个堤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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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建筑的北面 而不是在南面 所以它堤霸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在北面 那是否证明 当年的水位是比较低 可能有洪水的浸 岩水浸 所以就架高了 因为我对这里的水位环境 很熟悉 这是我去猜测 就是我对这个堤霸 现在堤霸的位置 来猜测 是否是当年水位比较低的地方 同样的武汉 武汉的海关牛子 它也是这样的 那里是一楼 那里是二楼 那里是三楼 那里是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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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二楼、三楼 冬年的历史照片 就反映出水浸在那里 那是否是二楼 那是这样的原因 要架高呢 是逢洪几时需要的呢 值得我们思考 在广海关那里 我找到冬年的洪水照片 我们找到一张牌 首先我们看看那里 那里是架高的 架高起来 一楼、二楼、三楼 那里是地面层 架高的 那里是西堤馬铃 那里海关牛子 是那里 西堤馬铃 是那里 那里 那这条铃是在海关牛子的北边 那里的水位 就是那里 那里的水位 可能比海关牛子那里 要高或者是持平 那里的水位 那里都是浸泡 那那里的水位 管弄都说是买枕的 我们看有意思的山头 山头是没有架高的 直接的 它的一楼二楼 一楼和地面是持平的 直接入去的 它没有架高 那里都是 一楼二楼 没有架高 那我就想 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沿海地圈呢 这里是它的山头 很耕枸枝的位置 但它沿海有12公里 它在沿海地区 它就发生洪水的激烈 激烈比较小 甚至可能没有洪水 所以 它是否出于这个原因 就不需要架高了 同时 我们也可以思考 这个防洪雪 那 你不认为山头 你不是潮湿吗 对吧 潮湿的有没有架高 那这个防洪雪 它有没有支撑的意见 那前面说的这些 这些例子 似乎都能够说明 好像都能够 林郑这个 建筑的架高 是有一定的防洪的作用 那下面呢 我就说一说反例 就自然反驳 首先就是海边的 海边的 海边的北海 和德国领事馆的架高 那里是地层 一楼二楼 那里是一楼二楼 那里是架高的 看它的楼梯就知道了 而北海在海边 在海边的 又不是有洪水 那它同意架高 所以这个就是 很典型的一个反例 我们再看看 这些研究建筑 比如广州的 南峰大厦 南峰大厦 和沙面的建筑群 这些研究建筑群 当然就有很多 它也是 研究建筑群 和沙面的新西大厦 也没有架高 那这些容易 崖水浸的地方 它也没有架高 所以这个就是反例 那一例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或者反思一下 就是 建筑群和沙面的 似乎没有必然性 就是两者研码 架性的关联 就是说 你架高的研码 一定是沙面 需要沙面的 也没有一定架高 第二个就是 建筑架可能有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一些 这个行业 或者业务的特殊 使用的特点 需要架高 或者是一些 美学建筑设计的元素 我们知道 架高之后 显得建筑更加尊严 就是高一点 高一点 更加尊严 同时区分主持的功能 所以马帝是服务 所以我用这个架高 来能力服务 凤雄 显得这个证券 卖结作 卖片 尽管是这样的 要我说 尽管这个架高的目的 程式多元化 但我认为 在洪水泛滥的冬州 这个凤雄应该是 首先被考虑的第一要目 我认为 在吴州最主要的可能 都是考虑凤雄的目的 所以我始终认为 这个 吴州可观球资的 乐动建筑局的 地层教育的主要目的都是凤雄 然后呢 其他的一些原因 可能都是其次的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就是观看了 到这期再见 拜拜